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根据新海峡时报的报道 内陆税收局的披露 在2022年的克税年 申报年收入超过100万令吉的30岁级以下的纳税人 总共是有35人的 比起前一年的20人是增加了75% 那么该局就指出 自2018年开始 国内每年至少都会有20名30岁级以下者 申报至少100万令吉的年收入 那么税收局还提醒 包括网红以及电商在内的所有人 只要英克税的总收入 是超过既定的门槛 就必须要注册所得税的账户 并且每年报税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把镜头转向 选而新古毛周一席补选 那么新古毛周一席的补选 是因为元任周一元 也就是来自行动党的李蒂湘 病逝而必须要举行补选的 那么这一场周一席补选的提名日 是落在下个星期六 也就是4月的27号 那么距离提名日是还有一个星期的 那么各政党联盟是否已经敲定候选人了呢 那么马华总会长为一家想去说 马华政治发展委员会昨天是已经开会决定 如果上阵的候选人不是来自国阵 马华就不会助选 那么马华是已经向首相 以及国阵最高理事会表明了这个立场 那么其实不止马华国大党也已经表明同样的立场了 那么针对马华以及国大党的这种反应 巫统最高理事邦莫达就劝请马华以及国大党要保持冷静 不要仓促决定不参与助选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辞政党成功赢得新古毛奏一席不是吗 那么国阵兼巫统的首席穆罕默哈山则是指出 团结政府之前是已经有了共识 也就是在补选的这个议席上 将会优先给在上一次大选中赢得议席的政党继续上阵 而在新古毛奏议席的情况 之前赢得这个议席的就是行动党 那么不过呢 那么在国门方面的候选人情况又是如何呢 而根据消息 土团党以及民政党都在力争要出战新古毛奏一席补选的 而且双方都已经是提成了巫裔候选人人选 那么民政党的全国主席刘华才就表示 民政党将会争取上阵新古毛奏议席补选 而且民政党不只有一名人选 而是有好几名的人选供选择 刘华才还指出 民政党在这场补选中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因为该党曾在之前的州选时派候选人上阵 因此当地的选民对民政党是有一定的熟悉度以及认识度的 那么至于国盟的党边监一党总秘书达基尤定 则是透露国盟将会在来临的星期一召开最高理事会会议 讨论新古毛周一席补选候选人的事宜 那么你又觉得民政党是否能够如愿代表国盟出赞新古毛周一席补选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向槟城 那么昨天早上的9点多 在槟城新港IPOC组屋的一架电梯里 就有一名华裔女子不知何故突然打开了保温屏 把液体呢颇向一名刚进入该电梯患有糖氏综合症的阴疫青年 那么这么一波就导致该名青年全身60%被烫伤 需要有院治疗 槟城医院的院长今天受访时就指出 那么根据初步的检查报告 伤者的伤口呢像是被热水给烫伤的 那么至于是否含有这个化学液体呢 则有待进一步化验 那么预计呢是需要一至两个星期才能够出院 至于是否需要动手术 则有待观察其丧事以及康复的情况而定 那么至于呢造势的39岁华裔女子 则是已经在昨晚的9点多被警方逮捕 弗洛杉被法庭呢也已经批准警方 延后该名女子4天已协助调查 至于该组屋管理层呢则是透露 该名39岁的女子是独居在该组屋17楼的一个单位里的 并在皇后湾广场从事销售的工作 该名女子呢自上个月开始就经常在晚上播放音乐直到天亮 这个举动呢就引起了邻居的不满 在多次投诉以及报警之后 警方也一度上门劝告 至于该名女子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管理层则表示呢不得而知 另一方面管理层也说 受害的这个青年呢是经常呢外出购物以及倒垃圾的 从来呢都不会骚扰其他人 因此就不明白为何该名女子会突然袭击该名青年了 换个焦点 不晓得大家呢在游战时呢是否曾面对以下的情况 一名网民呢就在社交媒体抱怨指一对夫妇 驾着车子来到游站的游泵处 丈夫一开始先是让妻子呢到柜台去付钱的 怎么知道妻子呢却走进了游站的便利店购物 而不是去付打油的钱 那么等了一会儿 丈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就只好自己下车去付款 那么丈夫打完油之后 妻子呢却依然还在便利店里购物 那么丈夫并没有移走车子 而是继续在原地等候 完全不理会后方是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车龙 那么网民就怒刺 在对夫妇的自私行为 导致整个游站大堵塞 不少网民呢也纷纷分享各自的经历 表示遇到类似的司机时 会走向前去敲对方的车窗 直接要求对方把车子给移开 今天的新闻通就给你抱抱到这里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